联邦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敦阿多哈密 被指与释放纳吉对话活动有关 然而 他本人对此进行了否认 根据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海报 位于马六甲站的释放纳吉对话 将于今晚8时30分在Baito Tariq广场举行 而阿多哈密是5名发言者之一 马新社的报道指出 阿多哈密发表文告表示 有关人士散播指 他将出席该活动的海报 实属不负责任的撒谎 他表示 我对该对话毫不知情 我并未同意以发言者或任何身份出席 我促请有关人士撤回相关海报 并向我道歉 首相马哈迪对自己在弗洛交仪选区落败 仅仅因为马来人收了金钱 来决定投票倾向的举动 感到极度失望 卫生部前部长凯里在其播客节目中播出一小段预告片段 展示了马哈迪接受访谈时的言论 在访谈中 马哈迪表示 我们为弗洛交仪做了许多事 但当选举来临时 他们不投票给我 第十四届全国大选时 他们投票给我 但第十五届时 他们没有投给我 他继续说 我问 为什么不投给我 他们的答案是 因为敦美给钱 马哈迪表示 他进一步询问选民获得了多少钱 得知是一百令吉 当他问选民一百令吉能坚持多久时 选民表示只能坚持两天 他再次问 那之后呢 选民回答说 没关系了 而且他给了钱 敦美给钱 马哈迪对这种投票动机感到失望 表示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失望 因为比起我们 为他们提供的所有服务 现在的马来人更在意的是 可以获得一百令吉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宣布 他的律师拿督桑卡拉 已准备好律师信 就其和家人 被指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和前马贡总书记 陈平有血缘关系一事 正式起诉伊斯兰党议员 西蒂马斯杜拉 林冠英在移交五千令吉活动基金 给北海吉郎联谊会时表示 由于目前正在欢庆徒邀节 他决定让桑卡拉在庆祝节庆之后 再采取进一步行动 具体详情将在徒邀节后公布 他开玩笑说 许多民众在看到西蒂马斯杜拉的污蔑言论后 传出了许多笑话 有人指出 幸好不是由伊斯兰党执政不成 否则信里的都要被改成零 甚至连迪佩沃利 徒邀节也会被改成迪佩沃利 普团党宣传主任拉扎里 以麻坡区国会议员赛沙迪和副首相阿末扎西的司法案件为例 声称整个政府 司法机构 法官和反贪污委员会 都已经被首相安华所控制 拉扎里在一场选举演讲中表达了对赛沙迪遭遇的同情 指责其仅面临四项指控 却被判刑七年监禁 二边刑及罚款 一千万令吉 与此相比 他表示 阿末扎西 面对的47项健康思维基金会贪污案控撞 却获得了释放不等于无罪 DNA 拉扎里强调了这两起案件中数字四合七的对比 暗示受到了操控 他直言 整个政府 司法机构 法官和反贪污委员会都已经被安华所控制 他呼吁选民积极投票 在12月的登家楼干马晚国会议席补选 中支持国盟 向团结政府发出信号 表达对当前政府模式的不满 诚信党副主席阿德里 邀请所有反对党加入联合政府 构建一个没有反对党的政党大联盟 阿德里在今日的文告中表示 自四名土团党国会议员表态支持安华 我国政治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有人说 这是青蛙政府 但事实上 我们是足以促进国家团结的联合政府 我们邀请各造与联合政府同在 今后不再有反对党 如果他们也想要表态支持联合政府 我们可以接受土团党主席穆尤丁和一党主席哈迪阿旺的支持 他强调 为了国家 联合政府致力于减少分裂 提供所有人结合的空间 以强化政府 穆尤丁和哈迪阿旺拒绝团结的情况 引发政治纷争及国家不稳定 阿德里表示 在后新冠疫情时代 联合政府的首要任务 是克服经济 就业和人民 生计问题 与其他国家一样 我们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 必须团结一致 来克服难关 后新冠疫情时代 组织联合政府 旨在团结所有人的力量 来克服经济和社会挑战 我们注重恢复国家经济 同时终止在第十六届大选之前的夺权计划 他认为 如果有国会议员 要支持第十任首相安华 大家不应该觉得这是错误 感谢观看